以下節目內嘉賓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Sit from the down and down Hey! 喂! 我是Kingman 很感謝你一年兩日都進那個什麼? 牙耳氣? 是嗎?叫做牙耳氣 牙耳氣 過來幫忙在大氣墊波裡 帶一些聖誕歡樂的氣氛給大家 多謝你邀請我 是呀,今年... 不是,去年已經是 今年又是 不知道明年的情況是怎樣呢? 不知道,看我們的關係好不好 是呀,真的 想不到我們之間的友誼 耍了一整年 那時是否... 重陽節 年紀呢 去年重陽節是你第一次 不是呀 去年重陽節是你第一次在classic holiday出現 但我們真正的認識就是在重陽節之前 你參與我classic music的音樂部份 其實你那時怎麼問到我呢?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問這個問題 畢竟你都是音樂治療師 我完全忘記了 是香港音樂治療師協會主席 沒有個C字的 香港音樂治療協會主席 加澳洲註冊音樂治療師 給點掌聲 嘩,好累呀 年紀你才能記到 不是呀,有一段時間我是長期記到的 但很久沒有叫你這個title出來 因為我們都開始由音樂治療 他說到開始不是音樂治療的東西 我給你多些方面不同的發展 多謝你的題詭 不要說這些啦 真的呀 今天是26日 就是Boxing Da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聖誕禮物 昨天說了關於聖誕節的一些 你會做的事情 未來年的一些希望 也有提及過 隨著年紀的增長 對於節日的不在乎 在我的角度來說 是真的能用到的 但是在禮物方面 不可以馬虎 不可以馬虎 始終我覺得女生 都有一種很想收到禮物的感覺 你今年收不收到禮物? 收不到 昨天和今天都要靜了 真的沒有 沒有人出街 又沒有出街 又沒有收到禮物 怎麼會呀 你是不是拒絕 來拒絕我 你拒絕什麼 拒絕什麼 沒有呀 真的沒有禮物 那我就沒有禮物 我怎樣 拘捕人家 KINGMAN可不可以送禮物給我 你送給我 IG你Message我 你這麼多禮物給我 不是呀 我叫你邀請我去Christmas party 不理我 你還沒康復 那也是 我牙還沒康復 但我都要透過這個大氣電波 都說一說 因為Kingman答應 我牙好後 跟我去吃炸雞 是 我當那個是聖誕禮物 沒問題 去吧 因為我覺得 聖誕禮物來說 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種類 還有很多不同的 Grading 我覺得 你是根據你跟那個人的熟悉程度 而定的 是 通常 你最熟悉的 最熟悉的 最熟悉的 多數都是男女朋友 伴侶 家人 真的會送一些 看臉的 比較貼心 你又要分 是有心還是沒有心的 未必是對的 你明白嗎 有些人可能是 專門說 玩東西 因為我都試過 玩這些遊戲 大家一班朋友出來 大家設定價錢 14.8元 今年主題是14.8元 14.8元 盡量買 一定要拿單 8毛錢 你都不可以錯誤 之後大家就去買 買完之後 大家對單 交換 通常都是零食為主 很累 你一年一次 玩這些 我試過設定價錢去買 但在網絡上 看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說 收到很多奇怪的禮物 而且有很多文章 網頁都列舉了 最差的聖誕禮物 是什麼呢 不如現在 我們由聖誕交換禮物 十大地雷的排行榜 開始講起 你今年是否跟同事交換 有交換禮物 有收到禮物都有 我看到你sorry 收到別人的事有 對 一會兒你逐個說 可能在地牢都踩到 我們同時也會平頭品足一下 尤其是我這些 沒有收到禮物的人 是最有權威性的 最有權威性 對 因為我收不到 我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都收不到 我不會指名道姓 誰送給我 因為我都收不到 燈燈燈 是時候推一推歌 真的 真的 第十位 收到手套 我覺得手套在香港未必用得著 對啊 那麼容易 隨著溫室效應的情況 全球暖化的情況 香港的冬天都不再冷 但今年雖然有點奇怪 真的冷了幾天 但整體來說都不太冷 所以如果收到手套 我會覺得不太實用 還有手套也有很多不同顏色 配襯衣服 不適合的話 很難去戴 另外一個手套很重要 你看看手套有時真的漂亮不漂亮 是 Pattern那些 Pattern漂亮不漂亮 還有它有沒有被你按 只能電話 重點 對呀 手套之後 你很冷 真的當香港人很冷 你隨手都按 但這個前提 其實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即是你有沒有人送禮物 有沒有收到禮物 這些主要的前提 其實都是你要有朋友 很多怨氣 聽到這裡 我都很想直轉這個機會 跟一些沒有約我出街的朋友 還有沒有送禮物給我的朋友 都去說一聲 為甚麼你今年不約我 很多怨氣 即是我雖然要上班 做節目 做完節目我有空 我不想回家 你明白嗎 口水都噴了出來 這個時候 都要去分享這首歌 很多人點播的這首歌 一直都沒有時間播 現在就分享給大家Lonely Christmas 誰有騎著那綠車飛過 望掉頭下那禮物給我 迎視那燈飾 只有今晚最光最亮 卻照亮我的寂寞 誰有能善心 親一親我 誰有能善心 有信上來驗證 我幸福過 頭上那飄雪 想要淒死 我見博士 到最後也別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朗中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聽聽笑話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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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明日燈飾 必須拆下 換到歡呼聲 不過 一生 雖 誰有能善心 親一親我 由順上來驗證 我幸福過 头上那飘雪 想要凄死我肩膊上 到最后也别去望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老中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色必须擦下 半度欢呼声不过一晒 明晨遇到也记不到 何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 仍然在傻笑 但你哪知道我伤好 何谁遇到也怕生保 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晒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老中想真心告白 但你只想听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色必须擦下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晒 换到欢呼声不过一晒 5G生活解码提提你 老公呀 不如去旅行咯 可以去转VR旅游先 戴起眼罩就可以预览景点 去想去的地方酒店等等 多方便呀 达至最好的VR效果 必须要视觉听觉同步互动配合 有自身现场的感觉 5G科技 低时限 高网速 容量更大 可以实时同步 支援更多装置 大大推动虚拟实景技术发展 内容由中国移动香港提供 5G加加 未来无限可能 汽车油票 我都存了很多了 还存什么好呢 不如存金币 算了 发了答吗 我讲新城智想的 每月九句奖乐器 根据做新城电台会员 上新城智想网站 见到以上随机图案 卡一下 还有分 累积最高分的参加者 会赢得每月大奖 12月会有富林集团 请你吃两只阿拉斯加鞋 这么准 等我上去尋补先 发丝脆弱异断 皮肤泛黄 面色差 这么多头发和皮肤问题 听着逢星期日早九点 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 正中医理 等主持程海恩 和香港美肤健法中心的 罗俊峰中医师 解构医学病理 教你护发护肤 保健养生啦 Bobby 司徒志强 把他的茶餐厅厨房 设计成开放式 其实除了方便轮椅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其实整记以前 我很刻意或者很想 他很出名 所以失败 现在就是觉得 我也是一个平台 令到自己 可以有一个 小小的舞台 令到自己可以 发挥得到 还有 我不敢说发光发热 但起码都是热的 那变成就是 有些朋友 就是他able也好 disable也好 他都会走过来 你不如让我试下 煮个早餐自己吃吧 开放式厨房 代表着Bobby开放的心 希望来到的朋友 都可以享受一顿饭的快乐时光 留意逢星期三 星期六晚上12点新闻前 星期日6点新闻后 时刻莫忘 香港还有好能量 主持阿卡 还有在我播完这首《Lonely Christmas》之后 我又想到一件事 想到一件事 你说来听听 就是手套 有些衰的朋友 可能会送一些鸳鸯手套给你 不是吧 特意的 我正在幻想这个情节 如果想玩东西 玩东西应该是送同一只手给你 你手套其实是没有分左右的 留意这件事 例如蜜也没有分左右的 又说不出鱼室了 是不是 你答我是 我在想 对啊 因为两只手套搭在一起 左手和左手 手指公和手指公的位置是一样的 如果底面的花纹不同呢 那就会是 为什么呢 手套多数根本就不会花纹不同 整只手套都是同一个pattern 那些是上面有一只花下面 whatever 之后第九位 第九位呢 就是蜜 蜜刚才就和手套有一个什么 我收到蜜 你收到蜜 圣诞蜜还是真的穿蜜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同 我有个音乐节学生跟我做实习 他其中来了一个中风合唱团 有三十几四十人 他在台湾买了一箱防线的蜜 走路不会线的蜜 那不似乎那些人去韩国呢 一万瓶还是一千瓶呢 是 是 他有心 如果只是送蜜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他送给每个人 我就觉得很温暖 是是是 就是买手信不要这么高 韩正是买给一个人 买给所有人 所有的参加者 是的 在金钱上的花费也不少 而且他是去旅行的时候买 应该是旅行或者买 又要带回 如果真的自己旅行的时候买 又要带回你的行李箱 是的 很有心思 另外第八位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都不是很符合这些礼物 这个网站来说 不过我先读了 第八位 面膜 因为面膜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的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都是有这个需要去用到面膜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在家里都会保养一下自己 避蜜 避什么蜜 我们逢星期二在轻熟巴之闭 常常邀请那些男性化妆师 上来教大家去化妆 护肤的一些技巧 很多男生现在都会的 很多男生在轻熟巴之闭 再加上一些修容 例如你出一场活动 你怎样都会遮遮暗瘡 虽然可能不是你自己去做 可能有化妆师或者有朋友帮你 设计头和样子 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来说 都已经慢慢大家接受了 尤其是你现在的相机和相机 相机这么高清 怎知原来你没有修眉 就会很明显 那些什么4K拍摄 我跟你说我曾经过关 见过大陆有个广告 在罗湖那里 有个是讲护肤品的广告 有个女士 很大头 整块壁布板的广告 她没有修眉 那这个是不是专门的 应该不是 我估计是miss了 都很粗糙 那些广告还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批评她 可能她是一个style 但我会觉得自己 我不想上去 那我就会弄好 所以面膜这件事 在现在的年代来说 都未必是一件差的礼物 第七名香水 我又觉得 算了不要提这个网 这个网 好像全部东西都很实用 很实用吗 我很快地说 第七位这里写就是香水 因为每个人对香水的喜好都不同 所以很难选择对方对的那种味道 因为送了 如果不对 都是放的 我觉得其实香水 某程度上 可以当是一种摆设 摆设置放在桌面 即是女生的桌 放在桌面也挺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个又不会是不实用的东西 而且香水 不要看它以为它是水 很贵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值得的 对 那个价值在 第六 手霜 你觉得呢 我ok 你ok吗 我同事送了一支香水 因为他说你常常彈结歌 飲动你的手很重要 那我觉得很喜欢 对对对对 其实是没有原因 那时候送的东西 然后第五位 那就是颈巾 如果你还要自己继续的话 我一定要哭出来 我又收过哦 你 抱歉 你說負能力高 通常男朋友和女朋友互相職給對方 小時候在聖誕節 冬天的時候會做 我曾經有請過窗 可以嗎? 我請過媽媽窗 即是給誰? 給我前度男朋友 很久之前 那成不成功? 那當然成功了 媽媽職 請窗 我以為請窗就叫她教你 不會是教 你很沒誠意嗎? 浪費時間的事 讓我知道了就馬上消失了 我不知道她知道嗎? 她當然不知道 希望她不知道 第四位 廁紙 這個開始搞笑了 廁紙 廁紙用來做禮物 不過是實用的 第三 毛公仔 毛公仔都是看年齡 如果我們這個年齡收到的話 例如我收到 其實我會很開心 但在媽媽 爸爸級的角度看 又或是男性的角度看 就會覺得很沒用的一件事 是呀 送給豆腐 即是你只是小狗狗 給她玩 第二名呢 這個我亦在很多不同的網站都看到 就說收到杯也是一件很差的事 很不想收到杯 從幼稚園收到現在 真的 還收到 還收嗎? 還收到這麼多年 一年一隻 你數回來 都二十幾 三十 踏起她 都整條柱那麼高 可以開派對 第一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實用 而且我會喜歡收的 就是一些食物 糖 餅 因為我也有聽說過 就是有些人 在別人去完旅行的時候 是很不喜歡收到手信 是一些食物來的 但我覺得 既然要求得手信 但又不想收到某一類型的手信 那幹嘛 即是你叫她幫你買 是呀 那你是不是會付錢 我今年收到食物 這樣很多 那你會覺得怎樣 我OK的 其實我也開心 還有其中一個是交換禮物的同事 我抽到她的食物 但她就買了很多 你先買了些什麼 我買了一個保濕機 哇 這個又很細心 即是我覺得 譬如有時候可能是肛 對 是公司 或者有時候 你呼吸 有時候你也想唱順一點 有時候你會用保濕機 對 都有點濕 但是呢 我抽到她那份零食 有些棉花糖 有些蝦餅 但我跟你說 上年我抽禮物 也是抽到同事 都是食物 但我想知道你們的準則是 100元 每次都超過100元 你的保濕機也不止 也不止 但我去年抽到的食物真的很棒 怎樣怎樣 蠟腸 喔 都有細心 冬天要吃蠟腸這些 蠟腸 蠟腸 排骨飯 煲仔飯 真的很爆製 證明你們都很有緣分 今年又收回她同樣的禮物 有這些遊戲玩 交換禮物 當然是開心 但是同時間 如果收到自己不想要的禮物 可以去轉贈給其他人 如果其他人不要的話 都可以轉贈去 或者捐去一些慈善組織 給他們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下一節回來 繼續去聊聊 繼續去聊聊 在網絡上面 提及過聖誕節 最福禮物大全